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的录影时间是礼拜五下午的3点28分 家群指数售盘跌95点 最多跌了128点 今天一开盘之后9点5分 我就发低通讯息告诉我的会员 今天卖压很重 强盘初级我们休息一天 我当时发讯号的时候才跌20点而已 结果一路跌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最多128点 收盘也跌了95点 你看当时我如果硬要做多硬要买 今天九成都是要输的 我强盘初级9点半之前就会通知 所以不会是等到那种 10点11点12点再来通知 那就来不及了 所以在每天一开盘 大概十几分钟时间 我就要判断今天的行情 今天的状况 今天什么股票会动 你不能说涨停板了 或快涨停板再叫他去追 或者已经涨了六七%了 才去追高 那就没意义了 所以那个难度是很高的 我今天一开盘就决定 今天休息一天 你看休息是对的 本来股票市场投资 就是有把握在出手 我说今天风比较大 停塞一天 就像打棒球一样 打棒球那种事外的活动 风如果一大之后 你看那棒球那么小一个对不对 球速度那么快 风一大那球会乱飞啊 很容易打到人了 风险很大很危险 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风险大的时候 休息一下没什么事 我一直坚守这样的原则 没有把握我不出手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跟我一起来做投资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 为什么会跌这么凶 几个原因你听看看 你看昨天台北股市 昨天台北股市是收在最高点 昨天台北股市是收在最高点 许会最高 那么好的一个机会 对昨天那么好的一个机会 尤其外资也是买进 同时所有指标量也放大 指标也都是看好的 就差那个临门一角而已 昨天的收盘跟今年的最高点 18年的最高点 差9点而已 只差9点而已 差9点你昨天说最高 买去升华到最极点 今天开高的10点 开高的20点很正常嘛 对不对 就连那一小步你都跨不出去 今天开出低盘来就不对劲了 所以当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你看到怎么开低 不对啊 就差高这样跨个就过去了 竟然跨不过就不对了 开盘就是一个错误了 另外一个 昨天很多人一定看到 美国股市昨天道琼还涨95点 对不对 道琼起95点 不错啊 很多人一定认为说 台北股市今天应该有机会 被道琼给 美国股市给带上来 我今天早上就讲了 昨天美国在涨什么 我经常说你要看细节 不是看指数 不是看表面 昨天美国在涨银行股 在涨石油股 因为石油昨天涨了一块半 石油公司普遍大涨2%到3% 银行石油这是重型部队 这两组在动的时候 道琼会被他推动 可是昨天科技股很弱 你有没有看到 NATAC昨天跌0.7% 费城办法体昨天跌0.9% 昨天科技股很弱的 这个还是跟台北股市 衔接的一个重心 美国虽然还不错啦 可是毕竟故障难鸣 所以经常讲你在看美国股市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NASDAQ跟沸腾半导体 来做判断 这样转确率会更高 我昨天看到NASDAQ跟沸腾半导体都跌 而且幅度不小 我心里面就有一个预感 礼拜五台北股市可能不太好看 可能不大好看 我昨天晚上就有那样的预感 果然间跌了那么多 跌了那么多 另外一个 你有没有发现到 昨天外资买51亿 你看喔 昨天外资买51亿 而外资昨天大买的股票 你有注意到吗 昨天外资大买的股票 今天都开出地盘来 你看群创昨天买了3万多张对 今天开低 鸿海昨天大买1万张 今天连高盘都开不出去 开发也是 昨天外资买超旁榜 前10名 全部都开架 全部都开架 互生二差也是 跌那么多 昨天外资大买的股票 没有一支就开罐了 这就不对了嘛 是不是 外资竟然大买那些股票 代表外资要做他们嘛 鸿海昨天应该开罐公啊 只会是隔天反正开出地盘来 代表外资临时决定不做了 才会昨天大买 今天开出地盘 马上踩刹车 那这也是一个很威胁的动作 也是一个很明显的讯号 这就是买角了 台乌所说的买角 看事情你要看一些细微的地方 魔鬼藏在细节里 所以今天看到礼拜五 昨天外资大买的前10名 今天都开低 我知道今天这个行情出不去了 另外 鸿海子公司 工业互联网今天正式挂牌 很多人昨天想到这个话题 都全部挤去买鸿海 昨天很多人挤进去买鸿海 既然工业互联网挂牌 对鸿海是利多 那为什么鸿海今天供不出去 所以今天鸿海一开盘 破平盘 就不对了 就不对了 懂的是没 所以把这些利多加总起来 把这些问题细节加总起来 其实今天这个行情一开盘五分钟就知道 开盘五分钟就知道 开盘五分钟就知道 这个盘不掉了 你看今天 几个热门的族群 你看最近热门的族群 太阳能带还是弱了 因为太阳能是无解了 细晶元今天也这么弱 被动元件今天也这么弱 对被动元件今天这么弱 今天强势的带还是有 今天还是有30家涨停板的股票 还是有30家涨停板的股票 可是涨停板的股票都是怎么样 都是很投机的业绩很烂的 你仔细看 都是那种业绩很烂很投机的 这个就不对了嘛 如果是一个好的多投 应该是业绩好的吸引到市场买盘 大家看到它的基本面 对它有信心 大家去买那种基本面的肌肉股 怎么会是都在强一些 投机的业绩烂的 净值很低的 这就不对了嘛 代表大家已经乱了手脚乱了分寸 看着什么就没了就堆 完全不理会基本面 已经失去理智 像这种行情叫做什么 叫做群魔乱舞 叫群魔乱舞 一般到群魔乱舞阶段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了 你就要警觉性了 代表市场上已经失去理性了 理性判断 大家已经都抛到哪后 只是看到表面谁强就是追 这个很容易让主力有出货的机会 所以这些细节加总 一开盘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你看我们在六月底的技术分析课程 六月底的技术分析课程 我们就要教大家这些东西 把这三十年来 这些细节的东西 这些细节的东西交给大家 包含各种时间密码计算 包含倍速谷的旋鼓法 都相当的精彩 三十年实战经验 六月底开课 我们现在有全套端午节的特别活动 五加五大于十 第一个五是全面五折 第二五是什么 有点神秘感想知道打来问 那为什么会大于十 把全套课程一并带回家 我这全套课程以前要上课四万五 全套四万五 这次把全套四万五一并送给你 我的想法啦 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在合作的时候 一并了解我在想什么 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叫你买你就敢买 我叫你退你就敢退 我叫你买的时候你就敢重压 而不是浅长买个一两张试看看 所以你听过我的课程 学过我的课程之后 知道我在想什么 跟我合作起来 效果会更好 效果会更好 我们的负债线 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今天台北股市跌 如果说以一整个礼拜来看的话 其实是还ok啦 可是以时间周期来看的话 你就要注意了喔 如果以时间周期来看的话 你就要注意了喔 我之前教过 之前把时间密码表公布在这边给大家看过 对不对 我之前把这张时间密码表公告给大家看过 对不对 注意这个时间喔 注意这个时间喔 这次落了两只脚之后上来 注意这时间喔 但重点还是在个股啦 涨幅很大的 你就不要再去刻意追高了 底部的股票 底部的股票 不见得会受影响 你看我们今天我们持股 今天我们持股 大盘跌 我们持股还是很稳啊 对不对 橘子 已经30%了 哎 今天黄金交他出来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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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机会再发动一波 好 下礼拜你就知道了喔 下礼拜就会表态了 下礼拜就会表态了 今天润泰泉 也不错 大盘跌这么稳 尾盘还上去翻红 润泰泉 也在高点 这也是很稳的股票 我的股票都是这样 我专门挑那种基本面很好 股价本一比很低的 操作起来其实都很安心的 八十二九经历 也没影响啊 对不对 大盘跌那么多 没影响啊 我们还是赚了三十几%啦 随时还是会冲的 有啦今天 长虹有跌 跌不多一块钱而已 长虹我们已经赚那么多了 赚得多啊 赚那么多了 四十几% 没差一块钱 没差一块钱 破例很顶尖的 第一季就已经九点三了 今年最起码十五块钱以上 很好的标的 你看今天一一零二雅尼 跌四毛钱而已也是一点点 外资昨天继续加码 一千一百张 昨天外资继续加码一千一百张 两个月下来 外资买了十万张了 净值三八块钱 很稳的股票 很好的股票啊 没有什么好怕的啊 你看我的股票金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那这些个股在五月份 平均涨幅有三十拍 有四十拍 六月份开始我有全新的安排 六月开始我有全新的安排 我希望你不要做错掉 目前六月份全世界最大的话题 是什么话题 四足赛 四足赛是目前全世界最热门的焦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注意 这些运动项目 好这是全世界大家都在注意的 大家都在看的 你看这些运动品牌 全球第一大的 全球第一大的Nike 我已经起到这样了 全球第二大的 爱迪达 280%了 全球第三大的UA 105%了 你知道这些鞋子全部都是在带工的 这些鞋子全部都是保存在带工的 保存跟他们都有合作设立研发中心 一起 除了研发以外也帮他们生产鞋子 保存是一家好公司啊 他研发团队也很强 那全年生产三亿双的鞋子 全球市占率 20% 也就是说五个人就有一双鞋子 是保存生产的 全世界最大的鞋业代工厂 你看那些球鞋品牌的股价 都起到这样 保存的业绩 连续两年 都是十年来最好的成绩 今年第一季 0.69% 也比去年的0.55% 成长25% 所以今年还会有更好的成绩出现 结果股价 这两三年来大盘长成什么样子了 这两三年来大盘起到这样 从7000涨到1万点 保存反而是一路下来的 结果基本面是很好的 基本面创十年新高 股价反而从53跌到36 跌掉快40% 利多几乎完全没有反应出来 全部都压抑住 那这次包含运动品牌爱迪达 Nike UA全部都大涨了 他们鞋子都是保存在代工的 是不是又是当底部基础股 是不是又是当底部的基础股 外资的手进来了 外资的手进来了 外资的买盘进来了 光是这个礼拜已经买了大概1万张了 所以今天大盘跌了100多点 保存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这个钩票怕他不下来而已 怕他不下来而已 到时候世足赛时间越接近 他的乐多越来越高 保存的股本稍微大了一点294亿 可是他的筹码是很集中的 法人持股58% 大股东跟董謙士持股高达37% 所以股票几乎都在特定人手里面 所以不动则以动起来就很可观 到时候如果黏线 这条红的黏线 黏线大概目前是在36.7% 38.7% 黏线直到38.7%一站起来 整个多头正式完成之后 你看他多久没有站上黏线了 黏线一直都没有站上去 接下来到黏线一上去 多头一完成 整个一年的大底一行程 这多头刚刚开始走而已 一个月的世足赛 正好是他最好 催化的时间点 还有哪些股票像保存一样 从底部刚好出发的 全新的六月份 黏线有全新的安排 我有全新的规划 欢迎跟上黏线的脚步 我挑的股票一定都是底部 股肌优股 我不会带你去堆管 我不会带你去买亏损的公司 投机的股票 没有把握 我不轻易出手 像今天一样 一开盘我的判断今天是跌的 前方出去停一天 沒關係 股票投资是有把握才做 不要像风子一样 每天都要尽心出出 你承担高风险 没有那个必要 任投凌天这种方法的 我们六月份有全新的安排 有全新的做法 有全新的规划 那同时端午节的活动 5加5大于10 端午节的活动 5加5大于10 送你全套技术班课程 30年的实战 我们在六月底正式开课 六月底正式开课 我们报名专线 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欢迎大家进来询问 祝您操作顺利